马太方第十一章第十九节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过我的厄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厄是容易的 我的单子是轻散的 说到这里 为什么我会用这个概念 和大家去反省和分析呢 因为当年就是这一刻 85年3月4月 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就是我人生当中要取决的这一刻 你能够想象一下学成归来 就算未叫学成归来 都叫做喝过咸水 读一下书 回到来正式 起码我脱离学生的身份 就算我叫做读不成书也好 或者读成书也好 每一个都会在那个光景当中 是一个身份改变的时候 你的身份不是再是 摊大的手 叫家人给钱你去过生活 而是你叫做 不是说脱离了这个学生的身份 又进入另一个学生的身份 不是的 我是进入社会的 在当时的想象 我就是带着这个心境 我自己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决定当中 而当然 这个不可以称为挣扎 因为在我来说 当时就算是为仇死也无所谓 所以变成我是决定了 但有人的想象 就算我决定了 不是等于我不需要经历这些 租人白眼 或者身边的人会问你做哪一行 你在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工作 这些是最basic 你真的接触任何人 跟任何人聊天的时候 当时我听到我连固定的身份都没有 你知道吗 我自己在教会 还没正式开了 当时只是查经 我开朵回来的时候 那段时间 直到连聚会的地方都没有 是借人家的家 在人家的联宗屋 在那里做分享 当时开始搞一个社团注册 建立我们教会的这个注册 但与此同时 所有回到我们当中聚会的人 我都会跟他们说 你们不要付奉献 首先你记住 就算你真的想付奉献 但我希望你的十分之一 是立给你自己的教会 这是当年我对每一个来到我们教会的人 我都是这样说的 而事实上 当我很多时候去到 很多这些亲戚朋友 又或者甚至是一些其他基督徒介绍的病人 我去慰祈祷 很多都真的信了主 因为事后我才听到 原来很多我祈祷真的会好 超自然好 因为我每一个都一定会这样做的 我一定会给他们两个挑战 我第一个挑战就是 教他们祈祷 我走了之后 我只是现在跟你叫做 以前素未谋面 现在跟你谈不论 但我现在跟你传完福音 跟你谈完之后 你向神祈祷 问他 挑战他 问他就是 如果你是真那个神 你让我知道你是真 我通常叫他做第一样 第二样 如果凡亲是病人 我叫他立即在我为你祈祷之后 你立即去严慎 你立即去赤 事实上很多这些见证 很多这些人 无论大病小病 甚至有些没有病 只是祷告 他们真的经历到神的带领 我也鼓励他们 带回到这些就近的教会 因为能够想象 我在别人的睡房查经 也不是叫做教会 也不应该收别人的奉献 我凭什么 你有什么提供给别人 所以当时来说 我可以说 头号回来的大半年 直成是不能说 我自己有份正业 而事实上 比如我想象 在我家里来说 也希望我找到一份工作 你不做爸爸的行 你也应该做一份工作 在当时我正在经历这个责任 就是一个叫做 你进入社会 你是一个学生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 好了 现在还说 你回来几个月后就结婚了 你结婚了 那你怎样 你怎样生活 你应该想象当时来说 肯定的 如果对于一般来说 可能很大冲击 很吃力 但因为当时我的决心 就算是为神死也就是 所以真的 我是遇到这些事情 我遇到这些问题 但问题事实上 在之后的30年 做牧师的时候 也遇到很多年轻人 很多读完书 都一样遇到这些问题 但是有些真的为神付出一点点 差不多要跟我拼命 有时我听到 你们的挣扎好像是入了一点 就叫做好爱神 差不多要别人考法理 但是原来就是 为神的缘故 选一家没那么好的学校读书 或者为神的缘故 在他初初出道的时候 放弃一份好功 但是后来又找回更好的功 但是因为为神 在头几个月时间 放低一份好功 那些人只恨了我一生 但是后来又找回更好的功 是那几个月的错失 这么恐怖 你能够想象 原来人真的自私到这样 如果人真的被社会的这些风气 或者这些理想和概念去煽动的时候 你会发觉 完全会跟神的计划脱节 因为在他来说 很少人去跟从神的概念 就是不虧得大 哎呀 又说你说这么多祝福 那我要了所有祝福 所有不好的事都不要 这个就是我的信心 好了 接着你知道这些低能的信心 会不会应验呢 当然不会 不应验的时候 他就生了我 这样的 即是那种付出 不要说为神破苦尋舟 死也无所谓 我说的是 为神少少底 他会恨了你一生 真的有这样的人 我还要读很多书 那些人才令你震惊 然后那个人还觉得 自己在神的面前付出很伟大 有时候这些人虽然恨了我 不回我们教会 有时候都会约我出去 因为始终 不认识了好几十年 约回去聊天 都发觉 他还是觉得自己很伟大 我想一下 我心里想一下 你有没有搞错 你有没有搞错 你这个人是神付出这么少的东西 真的不怪得 神让他们继续客眼 真的很可悲 接触好些这些人 但这些人是怎样呢 如我所说 随流失去 死得的就死 失去的就失去 有很多已经失去了 他们生命里面的至爱 他都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年轻人 十多岁都说 失去的健康 失去他们自己 可以说由小到大 一起的青梅竹马 想着一定结婚的女朋友 他们都不知道 神正在奏助他 他们仍然觉得 他为神付出很多 多到 子女行奸 即是 常常强调 他付出的东西 比我为神付出 我想一下 你真的不是吧 原因就是 我现在说的是 聪明通达人 就是这样 就是他们很多时候 他们不知道 他们慢慢长大之后 他给身边的世界 告诉他 你配得得 你应该做些什么 你应该拼命 去寻找这个成就 如果你拼命 放弃神 你寻找这个成就 你要寻找到 你寻找到 你寻找到之后 才要找到神 我相信 说到这里 大家都记得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一个我自己的同学 小我一两岁的 叫做Tommy 他已经来一生了 典型就是 我和他传福音 现在不要跟我说 我刚刚才去加拿大 来读书 让我追寻一下 追寻一下女孩 那样东西 始终他有一个 他自己 社会所给他的定型 你能够去到加拿大 读书 你自然就是这样 你能够到 Waterloo这些大学 去读 你自然就应该 回到香港的时候 你可以做到什么 你的师兄 又做到这样的事情 他直接放到最后的章神 直至到 他中了风 直至他失去所有的东西 他才有机会 再次接触这个信仰 才再想 这个叫做 残败之躯 去认识神 多可悲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样 去枉败我们一生 就算当是 我们去争取到这些事情 我们的肉体能够 享受到多少呢 是不是 晚带分 第十一章 第十九节 我心里柔和卿卑 你们当负我的压 学我去让识 这有你们心里 就必得向安息 因为我压是容易的 我单只是轻散的 这一生里 我再不忘了 Ark个人 寻留 阻药 寻福 这 소�享受 因为我 宝贝 令这个 Link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